康熙一生册封过三位皇后 分别是孝成人皇后贺舍李氏 孝召人皇后 有户路士和孝义人皇后同家事 在这三位皇后中 要问哪位皇后最得康熙宠爱 那一定是贺舍李氏 康熙八年 贺舍李氏诞下了嫡长子陈户 陈户的到来 让康熙非常高兴 对这个皇子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然而陈户无福 活到三岁便夭折了 陈户去世后 贺舍李氏因丧子之痛一病不起 此时的康熙在外 正陪着孝庄太后疗养 得问消息 快马嘉宾的赶回京城 并直奔昆宁宫 对于病态上的贺舍李氏 他不光亲自照料 直到贺舍李氏身体好转 康熙十三年 贺舍李氏又怀上了身孕 然而谁也没想到 这次贺舍李氏虽然诞下了小皇子印仁 却因难产丢了性命 才喜得贵子的康熙 就经历失去爱情的痛苦 这让他悲苦不已